二十世纪初 一个法国男孩跟随身为传教师的父亲 来到山西大陀 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童年时光 男孩的名字叫彭皮杜 半个世纪之后的1973年 当他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 他的身份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彭皮杜 于1973年9月11日前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转变的只是身份 不变的是美好的童年记忆 到法院第二天 彭皮杜就向周恩来总理提出 希望到他幼史生活过的大同看一看 大同因为拥有享誉世界的云钢石窟而文明于世 故地重游 云钢石窟成为彭皮杜的首选之地 于是在周恩来陪同彭皮杜参观云钢石窟时 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风趣的对话 当他们看到这尊大佛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开玩笑地对彭皮杜总统说 您看啊 这尊佛像还打了领带呢 也许啊 领带最早起源于是中国 其实啊 这是我们中国北魏南朝式大服 穿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服饰 名字叫做包衣搏带 服饰特点就是胸前有长长的飘带 袖口比较宽大 虽然这是笑谈 却道出了云钢石窟的多同寻常之处 在第九窟中 两尊佛像留着的山羊胡子 飞扬着日外的风景 第九十窟前送礼的几根巨型石柱 呈现出典型的古罗马风格 第十二窟的字笔 布满层层叠叠的飞天祭月 他们手持的五十件乐器 大多来自当时的西凉 秋子天祖出国 这些西部上都可以 从那些寄月天所拿的怨气上 可以看出它是西方流传过来的东西 你比如说上面的第三个那些排销 那些那些那些曼陀林 第六个的曼陀林 那些腰骨药的东西 那都是古印度 古希腊里面打的手骨 一座孕育了如此独特的 佛教艺术宝库的城市 必然有着非凡的绅士 2008年 中国雕塑院院长 著名雕塑大师吴维山 接受大同的邀请 为大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塑像 1500多年前 正是在这位法号谭耀的高僧主持下 云钢石库的大规模开草 拉开了序幕 谭耀呢 他是克什米亚人 他是一个外族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外族人的脸上 要体现这个佛教的精神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佛教自从东汉 传到中国之后 他做不做不的汉化了 所以我们的佛像 都已经组成这个中国人的脸星了 何况你要做一个高僧 你如果组成一个外国人的脸星 大同人能棋手吗 对于擅长人物雕塑的吴维山来说 这件作品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谭耀 这位1500年前来自异域的高僧 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公元460年 谭耀大师来到大同城西 16公里处的武洲山下 作为北魏王朝的沙满桶 也就是管理佛教事务的三观 此时他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要在绵延一千多米的崖壁上 开凿五座洞窟 雕刻五尊佛像 让他要倍感压力的原因在于 这不是单纯的佛教工程 而是源自一个政治设计 天苍苍 夜茫茫 冬季末年 在中国北方五湖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中 一个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连忙 先被组拓跋步 强势崛起 他们先是以内蒙古的圣舵为渡城 建立代国 最后于公元398年 在部落首长拓跋归的率领下 穿越蒙古草原 将渡城牵至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并给国号为渡魏 托巴贵这个人啊 非常仰慕中越文化 他就那一个非常 也就是啊 从被这个曹操 曹操呢当时 在三国时期建立了一个魏国 所以呢 他把国号给称魏 那么呢 后来为什么叫北魏呢 就是说 在史书上 为了区别三国的朝魏 和这一个托巴贵这个魏 所以呢 把托巴贵这个魏 称为北魏 从盛乐到平城 不过一百多公里 被雄心鼓荡着的托巴贵 一定不会意识到 这次短距离的跨越 告别的不只是 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个足以影响 中华文明进程的王朝 将在他的手中 横空出世 早在前渡之前 托巴贵就派 新府大臣莫提 以出世之名 前往叶城和洛阳 叶城正是魏王曹操 迎建的王朝 莫提此行 实际上承担着一项 秘密的使命 考察这些中原王朝的 建筑形制 当时南北朝对视的时候 除了工程联帝之外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他们争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都在争取 你要托巴主 他认为我们是皇帝的后裔 我是皇帝的一支 风派到东北 现在又来中原来 所以 他把南方 你那是岛仪 那么南朝呢 认为你是北边 一个少数民族过来的 那你呢 是缩楼 在互相指责对方的同时呢 实际上 他们都在 正统 我是老大 那么建一个 什么样的都城 这就是他们正统的一个标志之意 回到平城后 莫提受命担任都城营建的规划师 一项具有为北魏王朝奠基意义的 雄伟工程 拓突动工 依照叶长以北为尊的王城观念 拓帕徽在平城的北部 开始建造规模宏大的皇宫 不过 在皇城的南面 北魏王朝又融入了 自己独特的都城设计理念 那就是李方志的设立 在今天的大同古城 交错纵横的街巷 将城区划分成 规整的棋盘状 四大街 八大巷 七十二条绵绵像的说法 由此而来 生活在古老街巷中的人们 或许并不清楚 他们这种被称为 李方的居住格局 早在一千多年前 便有定都大同的 北魏王朝奠定了 这个地方是写的一个 李方各居的一个移层 我们大同在平城 当时那个人口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皇家就把大同啊 当时就要平城 建成了三重三横 封城了九个街区 叫区 那么这九个街区 当作有十六个地方 这就是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 杂居的一个地方 李方之呢 它就是一个房比较大 它下面有几个里啊 每个里几乎住个 二十几户人家 那么一个房呢 能住二百多家人家 在大同安家小村 有一段绵延数百米的古城墙 风云变幻 岁月沧桑 虽然墙砖早已不知所踪 但裸露的墙体 却为人们提供了 弥族珍贵的历史信息 每一层夯土的厚度 均为八公分 这个数字恰好符合了 北魏城墙的营建法制 结合史料记载 专家已经能够判定 这里就是北魏都城的 北城墙遗址 据此人们不难想见 北魏王朝既是 灰宏的都城迹象 这个墙呢 从那个我们看到远处 叫北灯山 东起北灯 树子溪山 这一块的北面 都是北魏的当时皇家陵园 这里边有鱼池 有虎眷 有宫殿 就是北魏的皇家游落的地方 这个墙的南面 这就是那个 周回三十二里的 那个北魏的过程 当时北魏的这个城呢 是看待长安的两倍 是明清北京城的一倍 是军事坦定部的五倍 所以一千五百年前 这是世界上很罕见的大都会 而李方志的城市格局 更成为中国都城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 从唐代的长安 到明清的北京 这种都城营建格局 被历朝历代所沿用 甚至深刻的影响着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 2010年 日本奈良市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仪式 纪念公园710年 大和国监督奈良一千三百周年 一千三百年前 奈良也叫平城 巧合的不只是城市的名字 事实上 两座平城之间 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 日报的内良呢 它是仿造唐代长安这一个规模来介绍的 那么长安的规模呢 它又是仿造北外的平城这个规模来介绍的 我打个比方来说吧 拿背方来封一下 那么第一代它就是夜城 第二代呢 也就是说是我们平城了 第三代呢就是长安 第四代是日报的内良 在营造都城的同时 拓跋归和他的后世帝王 一刻也不曾停下东征西陶的角度 岛公元四三九年 在雄才大瑞的北魏第三代皇帝 拓跋涛首 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复归于统一 与隆隆战车相随的 是人口大迁律的混合洪流 在公元四三九年 拓跋涛西征北梁的战役中 出生于克什米尔的谭耀 跟随大批医民来到平城 北魏他定度平城以后呢 他首先呢是自己带来四十多万人口 这些人大部分是血背族 那么呢为了这一个扩充啊 就是平城的人口呢 他又说中原 也就是从山道青州等地吧 有其他来三十六万人口 这三十六万人口呢 其中包括许多工巧 什么叫工巧呢 就是能工巧匠 有技术的人 所以呢 呃 当时大土的人口 接近一百多万了 那么他人口最繁盛的时候呢 是一百五十万 史无前例的都长 蒸蒸日上的王朝 终于完成鸿兔霸业的那一刻 无上荣光的北魏第六代皇帝 托传俊 开始考虑如何为自己的先皇们 歌功顺德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 在南北朝时期终于达到吉盛 北魏更是以佛教立佛 于是僧人投机所好 向托巴郡提出了一个 富有想象力的政治设计 皇帝即当今如来 将这个政治秀搬上崖壁的 正是身为沙门统的谭耀 他聘请印度和西域的名僧 工匠设计 集中全国财力和上万人赋 完成了这项浩大的皇家工程 这就是名阳海内外的谭耀武窟 在象征北魏五代帝王的佛像中 最为世人所熟悉的 就是这尊十四米高的露天大佛 作为北魏基业开创者 托巴归的象征 他也一直被视为大洞的尝世名片 露天大佛身目高皮 续八字须 嘴角上窍 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石刻佛像 风格迥异 中国的佛教艺术 它实际上受到印度的影响传过来 另外印度的净土路艺术 受到希腊的影响很大 所以如果具本穷原的话 中国的佛教艺术 从根本上是受到希腊的艺术的影响 所以希腊艺术 它是西方雕刻艺术的一个顶峰期 所以仁岗石刻的这些佛像 它自然而然地打上了一个落影 你看 那个线体集合的线和体集合的那种造型 特别是那种微笑 那种微笑是来自古希腊的一种微笑 我今天做的这个弹药像 它就是要跟仁岗石刻的这些大佛之间要有敷衍 受此启发 在吴维山的心目中 一千五百年前 那个异域僧人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处理在武州山下的弹药俗像 成为那个民族和文化大融合时代的生动筑解 史料记载 在弹药之后 石窟的开凿又持续了六十年 动用工匠民夫打四万人 最终形成了四十五个主窟 一千二百多个佛刊 五万一千余尊佛像的宏大规模 纯净的佛国圣经 深深打动着当时正在平成任职的一位官员 他将石窟寺郡公后的盛况记录下来 这位官员就是北非著名地理学家力道源 在那部地理学名著《水晶度》中 他描述了这样一幅山水灵秀的图景 林牙开枣的石壁上构建着威恶的变革 佛祖的真容巨状伟岸 事所罕见 此处山水相依 灰弘壮丽的皇家自愿光日 三次错落 山与堂 水与电 烟与寺 各自相望 这种汉人心魄的力量 不仅撩动着一个文人的心 它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引发人们长久的共鸣 2001年12月14日 在芬兰首都赫尔兴基 举行联合国教科门组织会议 审议永党石窟申报遗产的报告 当时由于我国已经有了 隆门石窟 东黄石窟和大株石窟 三个石窟寺 已经成为世界遗产 作为世界遗产要求必须具备有 唯一性 因此永党作为第四家石窟寺 面临着很大的生意难度 当时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紧张 但是会议召开后 不足十分钟 永党就被通过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时全场掌声雷动 掌声是肯定 更是期待 这期待源自于大同对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一份庄重承诺 曾几何时 武州山下的瓶颈被纷乱的沉销所打破 在长不足三公里 宽不到两公里的枯浅谷地中 埃及的一座煤矿 十多家企业 两所学校 二十多个单位和上万户人家 运煤专线三三九省道 从石窟前穿过 煤车过出粉尘浮面 原本圣洁的大佛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 一核污染 两路烟尘 五村破败 满阵肮脏 这段流行一时的顺口流 曾经是云岗石窟周边环境的真实写照 2008年8月 云岗石窟景区治理工程正式拉开了帷幕 古地内的五村一镇 企业 学校 商店 医院 居民 全部搬迁 三三九省道实现了改建 由石窟前绕道至石窟后 喧嚣一时的云岗石窟 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与清静 如今 云岗景区的面积达三千三百多亩 是两年前的五倍 其中 核心景区的面积一千八百多亩 已被一片高大森林完全覆盖 五州山的苍松翠白 将云岗石窟演应在临海之中 景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座被称为山塘水垫的建筑群 作为核心景点 它的附件来自于立道园在水晶柱中的描述 整个建筑群建造在形似规备的湖心岛上 建筑面积三千三百七十余平方米 彰显出当年皇家寺院的灰红壮笔 然而 对于山塘水垫的设计者而言 在规划之初 摆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全国范围内 甚至一处北魏时期的建筑遗迹可供参考 如何是山塘水垫的设计 体现出北魏建筑风貌 最终 设计者将目光投向了云岗石窟 作为北魏历史的活化石 这座佛教艺术殿堂 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北魏建筑文化信息 我们在做山塘水垫设计 建筑设计的过程中 你比如说这个屋垫顶的建筑形式 就是材质于这两个洞窟 它的上部可以看到屋极 你可以看到这个屋垫顶 它屋檐的起窍不明显 屋极比较低矮 屋极的两侧有两个刺猬 那么上面还有佛教题材的火焰门 金翅鸟 这个无垫顶上面的金翅鸟 火焰门 还有几两端的刺猬 我们取材于这个时刻 运用在了山塘水垫的建筑设计当中 那曾经存在于古籍中的描述 如今以真实可感的面貌 诚信于世人面前 这里是云冈石窟的第五窟 主象释迦牟尼 以十七米的高度 成为云冈石窟的万佛之怪 它是将北魏王朝基业 推向顶峰的孝文帝拓跋红 为父皇祈福所建 1973年9月15日 一个雨后初季秋高气爽的日子 即将结束参观行程的彭皮杜总统 站在这尊摩天大佛前 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整个云冈和他一样 是世界艺术的一座高峰 艺术的高度意味着文明的高度 如何保护好前人创造的艺术高峰 将是大同古城保护进城中永恒的主题 八过雅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